那各位同学 我们这个单元 是在介绍的是反微分 就是所谓的不定积分 一般来说 我们在课程上面 两学分的编排上面 常常是上学期是微分 下学期是积分 可是我们发现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下学期的积分的部分 还包含了是多变数的 微分跟积分 这样子的话上下学期 下学期太重 于是我们的话 就把这个积分的技巧 跟积分的部分 我们把它挪到 上学期的后半部 那么这个单元的话 其实主要的目的是 要让各位同学学习 什么叫做反微分 反微分其实很简单 就是微分的颠倒运算 但是各位同学要注意 它没有很强的技巧 所以它是比微分来说困难许多 那么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需要花更大的耐心 多做练习才能够熟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